我又出新书了 那本呢 就这一堆里边最薄的那本 海鲜和和鲜 我参与了里边文字的写作 这套书啊 是今年出的相当亮眼的一套图鉴书 北京自然观察手册 它野心非常大 几乎把北京你想观察自然 涉及到的领域都涵盖到了 而且这封面我也很喜欢 就跟以前那个课本似的 你看北京的钟楼跟北京语样 然后这是永宁门吧 跟唐葫芦 野花这本是天坛和地黄 北京人一看非常熟悉 肯定这个地方会出现这种生物 而且它不光是野生的生物 这个家养的蔬菜水果 园林花卉 包括我那海鲜和鲜 还有矿物树木 全都包含那里边的 你看这画 是不是有以前那个课本那感觉 还有昆虫 而且它每一本找的那个作者 都是北京在这方面的 有口皆碑的 专业的著名的好作者 好在哪 就这些作者 他写的文字都是活的 你像这种蜻蜓 他就写了 他的俗名是什么 黑锅底 黑老婆 这个北京人一听都知道 是这个 因为这本书的作者 就是个北京人 纪云 也是我的老朋友了 他有丰富的冠虫经验 你看他这都有寻虫指南 这些东西在北京的 什么样的地方能找到 另外他的特点 就是对北京的昆虫的俗名 做过专业的系统的整理 你像这个蝉 说蒙古寒蝉不知道 但一看别名 福天 北京人全都知道了 就是夏天福天 福天叫的那种蝉 还有这个班古深山敲甲 他会告诉你 是北京最难找到的敲甲之一 这个欧贝丑班金龟 说在中国昆虫爱好者论坛的时代 接近北京神物的地位 这是我们这些爱好者 当时炮论坛 每年出去采集 总结出来的经验 而且还说这甲虫 有皮革厂般的怪味 有兴趣可以爱抚他一下 这文字都是基于多年的积累和经验 活的 他不是照本宣科 不是网上搜的知识 咱再拿海鲜和鲜这本书来说 我和吴昌宇负责写文字 然后王晨老师负责拍照片 前面先介绍了很多的概念 海鲜和鲜的概念 什么是物种 什么这些概念 什么是学名 什么是俗名 就是丛林讲起 而且还配了很精美的手绘图 里边就是王老师一条条 从市场上花钱买来的鱼 拍的照片 然后配上文字 尽量介绍一些有意思的点 像市场上的杂交鲜鱼都有哪几种杂交 还有鲜鱼 以前北京是有鲜鱼的 北京河里就有 现在为什么没有了 到现在很多餐馆里的卖的烤鲜鱼 其实并不是真正的日本蛮鲤 然后是什么 它跟日本蛮鲤又怎么分 还有现在北京市场上的鲫鱼 大都是杂交出来的异域银剂 这一类鱼只有雌性 长得也跟野生的鲫鱼不一样 吴昌瑜老师是补充了一些食材 在北京的一些传统的吃法 像大闸蟹 以前并不追捧阳城湖的 是追捧河北盛方的 当时前面大街那些饭馆子 是怎么做大闸蟹的 都有介绍 园林花卉这个书 是王晨老师写的 他在北京也是拍摄了 大量的园林花卉 这回也是青囊相授了 他介绍了很多新的分类变动 像日本紫叶小博 现在叫紫叶小博 这我都不知道 王老师还喜欢试名 就是解释这个物种的名称 比如小博 是因为长得像黄博 又特别小 所以得名的 这都很有意思 还有讲秋树的时候 王老师不但是引经据点 而且还告诉大家 他的所见 就是在土城 有一棵秋树 因为太高了 还给树底安装了壁雷针 所以就是说 我们这些作者 没有把它当成图鉴来写 而是当成这种 自然的小品文散文来写 再看鸟类这本书 作者是章鱼和徐亮 也是两位业界的大咖 他们写的就是 也很接地气 像北京人把燕子 分为卓燕和巧燕 他就是写在这了 别名卓燕 其实指的是家燕 因为它搭的窝 就看上去非常糙 巧燕指的是金妖燕 它那个窝就比较精致了 伸出一个嘴来 跟花瓶似的 就是用这种当地的文化 来讲解动物植物 我觉得以后 其他城市的图鉴 也是有借鉴意义的 这一套书总共是十本 考虑到大家 可能不想全买 所以我的链接里边 分了三个组 大家可以点进去看 其中由我写的那一组 就是花鸟鱼虫那一组 会送一个冰箱贴 钟楼和鱼样 我觉得这当成一个 关于北京的纪念品 送人自己留的都挺好 每一套优惠力度都很大 这套书写的 我们这些作者很累 可能很多年 都不会再写这么一套了 大家玩了命的买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